为因应2024总统纪立委选战 国内主要政党都在招兵买马 组建竞选团队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近五成三受访者对跨逐政治领域跃跃欲试 随着选战脚步接近 收到的履历求职信也日益增加 应该是说履历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这个后台数据的话 可能还是要来抓一下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三周以来的这个相关的声量 真的是近万比 算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数字 那其实我们观察一些后台的数据 以及说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一些履历上面的呈现 其实很多人就是单纯冲着民众党而来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算是一个 非常认同民众党的一个相关的意向 所以他在投履历的时候 他也没有去投不管是其他的工作 或者说其他的政党 他就是投民众党而已 那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个组成的话 也就是说他的相关的背景的话 其实有不少的是属于这个海外的一个人是 不管是海外的留学生 或者说这个海外的有相关海外工作经验的人 那他们甚至会愿意说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他们可以远距面试 甚至是来台湾 来进行这个最后的一个跟用人主管的一个面对面 那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他们也不排除可以回到台湾来工作 那为了这个明年大选来做努力 那如果是说以这个相关的背景的话 还可以跟各位简单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了不管这次开出来的这个职缺上面 几个比较热门的部分 包含了这个社会力的一个组长专员 文宣部的副主任 以及说这个文宣部的小编 这算是这个热门的投递的主要的三大职缺 那相关的投递的这个人 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职业 包含了有导演 包含了有艺人 包含了有一些这个海外的总经理 或是一些这个公益平台的执行长 也就是说这个高管的部分也都有出现 其实看到其实近年来说的话 相关的这个公开募集的状况是越来越明显了 就像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传统上面其实政党来做用人的话是相对封闭的 大部分其实都算是这个引荐 或是说这个人脉介绍为主 那有在公开平堂上面刊登吗 有 但是它不会算是一个主力 因为它比较算是一个收集履历 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潜力的人才 但是你真正在用人上面的话 绝对都还是以内推为主 不过近年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青年对于这个公共事务上面参与度提高 很多人有热忱有意愿进去 但他没有人脉 所以他也确实会需要 透过这种公开的一个招募的方式 或是说一个公开平堂上面 它有一个海选的一个形式 它更容易被看见 所以我们发现说 这算是一个近年来的一个趋势 曾经不到四年的民众党 真材人数也打破过往记录 包括发言人 文宣部副主任 舆情系统分析师 议题企划携手等 从演艺圈转入政治圈 有最美发言人之称的徐千勤 也在现场大跳开花舞 号召民众加入民众党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就是刚刚像我刚刚讲了 我就觉得民众党是一个 如果是高中生的话 我会觉得好像民众党是一个非常开放 然后有很多年轻人 然后也非常新气象的一个政党 然后那时候只是想说试试看 但其实我一开始觉得说 这边好像一定有很多很优秀的年轻人了 怕自己也没有机会 可是进来之后其实发现没有 就是从主席到主管 像是福哥 其实大家都非常包容 那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现在是真心的希望 大家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团队 是因为我觉得对于 没有政治经验的新人来讲 其实我们需要一个 非常有包容度的一个团队 然后不论是在创新 还在犯错上面 我觉得都是给我们很大的空间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的话就还在收件当中 那当然我们有发现到一些 比较有趣的亮点 比方说他可能是 这个在主席访美的期间 然后有参与了座谈会 那他在座谈会当中 他就觉得 他对柯主席的一个想法跟论述 他觉得非常的认同 所以他是有想要来 报名我们的一个海选 然后甚至有一些在海外的留学生 那他们甚至或是在工作的 他们也觉得 好像对于民众党 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期待 所以他们也想要 不管是透过远距的方式 或是实际的回到台湾来进行面试 就是现在是已经开始发现到 这样的状况 那当然还有包含 现在线上的一些主播 或是有一些媒体人 其实也都有来投我们的履历 我们的时辰的话 接下来就是在这个 预计收件会收到大概五月底 对那我们接下来 就会开始进行面试 那当然面试的环节的话 大概会比较是主管职 比方说像是发言人 或是文宣部的副主任 又或是像节目组组长 比较这种主管职的 那我们就会进入到 最后的大魔王官 就是我们的柯主席 实际来当这个面试官 大概有16个职缺 对那你说最高薪的部分的话 这个其实都是 要再跟大家做这个谈 因为当然以柯主席来说的话 他都希望说有这个人才 可以有更多的人才 可以来进到我们的 这个党部当中 那当然你说薪资的话 我们都会尽量的 给他们希望的一个待遇 人力银行也提醒 想成为政治工作者 除了怀抱理想与热情 实物层面的阻碍 也是令人却步的原因 调查指出 长远职哀缺乏保障 工作压力大 工作时间长 薪资不服期待 以及因为政党不同 与家人吵架等 都是政治工作者 担心的现实状况 记者联系会 台北报道